哈囉大家好我是果然恩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 11月15的改版更新姐姐 沒錯啦 那個 聽說FB粉專炸濕了是吧 FB粉專炸濕了是吧 真是驚呆啦 真是驚呆啦 怎麼會 怎麼會一個在 換完代理之後只發過三篇文的粉專 突然又活過來了 是終於想起來有這個粉專還是 終於找到小編了 真的是很奇妙的一家公司欸 說到公司啦 我後來發現 我後來有一天在那個逛Play商店的時候 他推薦一個什麼萬龍覺醒 所以我想這有哪一家 這有哪一家美品的遊戲公司去抄萬國覺醒 然後我看了一下 Farlite 嗯?這遊戲公司好像在哪裡聽過 然後我點去看一下它裡面的遊戲 為什麼DOTA在Farlite下面呢 然後我後來去查了一下 喔對啦 Farlite是利利斯新推的品牌啦 所以說 DOTA現在其實不是掛在奧瑞集的下面 是掛在Farlite的下面 難怪 難怪 去年還千年才新開的公司 難怪被人家當作是什麼奇怪的 難怪被人家當作是什麼警示帳戶 真的是受不了 好啦反正就是這樣啦 突然粉專就炸死了 突然就有公告了 真是驚呆我 驚呆我們一群人的 喔 那首先這一次改版內容呢 新增 泰坦夜福者 11月20進商城 新的590 這一支的強度 就 不怎麼樣 這支強度也是不怎麼樣的 那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是 下禮拜五的事啊 這支強度就不怎麼樣了 那講 那接下來講到那個 通行證啊 夜福者的禮物啊 呃 改版更新 啊怎麼就把 通行證的進度給重製啦 我 我這三四天的東西我都還沒領 我打算一口氣領欸 啊就這麼給我重製的是 是 是鬧哪樣的啊 啊 是怎樣啊 正常啦 一般啦 日韓那邊 比較佛心著稱的公司 可能就把這次失誤 算我的 算我的 算公司的 就直接通行證該送的東西 全送一送了啦 喔 那 中國 或者是日韓那邊比較黑一點的遊戲公司 就 我們想辦法回檔啦 我們想辦法回檔啦 對 我們想辦法看一下能不能回檔啦 啊 比較不要臉的那一種 就可能 啊 掛了就掛啦 掛了就掛啦 不然你拿我怎麼辦 啊就這樣了嘛 啊對嗎 那根據八周年那一次 伺服器裂開 也不是伺服器裂開啊 他們跟 他們在香港租的伺服器裂開 那一次事件來看 想必他們是最後一種啦 喔 爆了就爆啦 不知道你想怎樣 想必他們是這一種啦 喔 所以那個 那個 通行證被回溯的就不要多講了 我們 DELTA的營運就是最頂的那一種 最頂的那一種 從後面數過來最頂的那一種 沒錯 回檔補償什麼的就別想了 50顆 50顆石頭跟那個 那個神域的經驗值拿一拿了是吧 喔 我們那個營運可是最頂的 喔 開什麼玩笑 那 貓咪信使選擇箱 活動明天開啟 喔 喔 明天開啟嘛 我影片上上去的時候 應該是明天了啦 最近YT 心情不大喔 我的影片都給我轉 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 明明就十幾分鐘的影片 怎麼都可以轉那麼久 喔 那 幸運大轉盤 17號喔 應該是我上片的當天喔 聖誕之主 嘿 這角色 這角色傷害人數是個問題啦 喔 這角色傷害人數是個問題 不然本身機制真的 不算太差啦 那 時空秘境12月初 那 新一期的異界三呢 我影片上的時候 你應該已經要打完一刀了 喔 否則你就是漏了一刀了 喔 恭喜各位 應該已經要打一刀了 否則你就是漏了一天啦 喔 那 奧術回廊魔法傳承S11賽季喔 對 S11賽季 那 新的寶藏巨人界 嗯 還沒有去看新 新的寶藏是出誰 那就是 一樣是 19號喔 19號是禮拜天 喔 禮拜天的事 那就再看看出的是誰 改的什麼樣吧 雖然說啦 他們的那個 他們的寶藏啊 除了第一個以外 真的除了第一個以外 後面的我 後面的我 後面的我完全 一個都 一個都不怎麼認可 後面的寶藏真的 每一個都只是出出來 水東西而已 那個加強的真的是 加強的不到位就算了 然後有一些 命中跟 命中跟閃避的優勢劣勢 硬勢用保障 又拉開了喔 有些角色可能命中加一加 欸好不容易可以跟 那種籃跑角色對抗了 結果下一期加強的時候 又把那個閃避給他了 給他了 又把那個拉開了 反正那個就是 就像我之前講的 今天我先加 今天我先加命中了 明天你就加閃避了 那個 那個差距永遠還是在的 就不曉得他們這個 保障研究所到底在想什麼 真的是 沒 看得出來 就是一些素質的增長而已啦 沒有說太多質變的東西啦 那 接著就是一些 另行性的 上架新東西 嘿對 那問題修復 修復神用小路技能 復蘇會給禁療單位提供 褲盾的問題 喔 因為 這應該就是一些邏輯上的修復啦 喔 我一直覺得 就是 應該各位玩 玩了這麼久也有感覺 DOTA的設計師總是 一陣子一陣子的 我這次很敢做 做了一堆OP角 做了一堆亂七八糟的角色 不管成功與失敗 至少他們是一些 很有創 很有創新的角色 那有一些OP過頭的角色 也可能在這之中 創造出來了 然後再過一陣子 突然就 畏首畏尾 什麼都不敢做 什麼都造就的 那個 就這樣啦 以前的東西拿來湊一湊 一隻新角色了 這以前有的機制弄一弄 這邊摳一點素質 那邊摳一點東西 又一隻新角色了 DOTA就是 一直處於這種交換的階段 我就一直很好奇 奇怪 你們後面的製作團隊 是一直在換嗎 那感覺他們的 做角色團隊 就一直在換 那看到這種問題修復 我就覺得 感覺他們真的團隊有在換啊 不然怎麼會這種 感覺這種 應該邏輯 邏輯性的問題 如果你早就想到有智 想到有淨寮這東西了 怎麼會 小路的程式在寫的時候 沒有想到被淨寮這一點 反正這個就是程式邏輯 當初沒有寫好啦 那 前面也講了 DOTA就會一陣子放很開 一陣子放不開嘛 那現在的角色 比較處於放不開那個階段 你看看最近做的都是什麼東西啊 對大致上是這樣啦 那 好像 沒有什麼 能進去看的 啊 小提的就是那個 貓咪信使選擇箱啦 那既然是貓咪信使選擇箱 可以選的東西 當然就跟上次一樣 那 居然跟上次一樣 那 基本上 最好推薦還是 是 那個 核子貓 是吧 虛體貓是核子貓吧 有點記不清楚了 好啦 我們可以進去看一下啦 看一下是不是核子貓 哇 我忘記換帳號了耶 慘 我忘記換帳號了 我看一下這隻有沒有核子貓 這隻我上次紅蟲有換嗎 思考一下 思考一下 這隻我上次有換嗎 好像沒有換耶 好慘了 這隻我上次好像沒有換 紅 沒有換貓咪 相來著啊 我看一下 真的是有時候東西越出越多 真的都不曉 很難記得住到底是什麼 哪一隻是哪一隻 那偏偏有時候不小心記錯了 又要被拿出來說嘴 真的是可憐啊 喔是啦是啦是啦 核子貓啦 對啦 那個 貓咪選擇箱啊可以換啊 阿不過 其實叫做選擇箱啊 但裡面基本上 唯鷹指定核子貓啊 那 抱枕貓 就相對差了點 相對差了點 就是 只是 就是在主人施放大招的時候 這個施放十幾點 施放一招打斷技能 不是太好的施放十幾 那另外一隻拿倫倫 拿倫倫是 是 是有那麼點作用 但是是配合一些前排斗士 是有那麼點作用 但是在這三隻貓裡面 他是最差勁的 是這樣 所以首選核子貓啦 抱著貓 有那麼一點點選的意義在啦 一點點而已啦 那拿倫倫那個是 打配合用的 所以基本上不考慮啦 不太考慮 那基本上這次改版就是這樣啦 齁 對啦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呢 喜歡的話都可以按讚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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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 那什麼意見的話 想要告訴我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我是文 我們下期影片再會囉 掰掰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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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